前两天,一个许久不见的高中同学来日本旅游,等我赞叹来日本优美的环境,安静的街道和服务业的礼貌之后,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。 我问他为什么忽然这么说,他说,日本太安静了,特别是早上电车的车厢里,还有车站,地铁站,到处都是深色西装,黑皮鞋的上班族。 明明人潮汹涌,却几乎听不到任何人说话的声音,只有电车地铁的行进声,和披鞋踩在地上哒哒哒的脚步声,会让人感觉少了一股人间烟火味。 就觉得很压抑,我问他什么是人间烟火味,他笑了一会儿,说自己也说不清楚,反正跟国内热热闹闹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 这时我一下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,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,带银点外方看短视频的音乐声,扯着嗓子像吵架一样的说话声,公共场合随处可闻的呛人烟草味。 每次回父母家探亲,让我感触最深的,同时,也是让我最压抑的,就是他说的,人间烟火味。 大家好,我是鸡川,欢迎回来,今天我们来聊聊压抑与习惯的话题。 现在我还记得十几年前,刚到日本留学的头一年,下飞机进入日本机场,瞬间地强烈感受。 如果说视觉上最大的冲击是干净整洁的话,听觉上最大的冲击就是安静了。 无论是日本乘客,还是机场的工作人员,说话声音都比我们这些刚来日本的留学生低了好几个级别。 每个人都是轻声细语,把音量控制在听话人更好能听见的程度。 从机场电车换乘到室内电车后,感受同样强烈,绝大部分日本人都安安静静地或站或坐,看书或者看手机。 没有大音量的手机外放声,没有熊孩子的大哭大闹声,安静地就像千语千询的那辆海上列车一样。 下了电车,拖着行李箱,走在日本街道上的感受同样是安静,明明车流不息,却也听不到任何汽车喇叭声。 那一年,刚到日本的我,和我的高中同学一样,对日本的感受也是压抑。 大概是留学生活将近一年后,放寒假第一次探亲,下飞机走进北京首都机场的瞬间, 阔别一年的熟悉感觉轰然而至,冲击着我的感官。 每个人的声音都是那么洪亮,就连机场工作人员向着手里的对讲机说话都像是在吵架一样。 坐在旁边依次休息的人,拿着手机外放音乐,配合着空气中弥漫的收不上来的戏味, 久违的感觉中,却透露出了一丝陌生。 国际到达口,熙熙攘攘,人声鼎飞。 在人群中,我隐略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。 寻声望渠,一年不见的父亲正挤在人群里向我挥手, 一边挥手一边被洗得东倒洗歪, 同时用他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喊着我的名字。 看到父亲的一瞬间,我终于采有了一些归属感, 小兮兮地拖着行李箱,快步走向父亲。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,我回家了。 是的,北京,首都,母语,熟悉的人群与人间烟火味包裹着我。 可是短暂的亲切之后,我竟然感到一丝疏离,甚至隐隐地排斥。 只有看到父亲的笑脸时,才让我找回了归属感。 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我, 潜意识地可能已经开始习惯并且喜欢日本的安静了。 只是自己身份认同尚未改变, 亲情的羁绊与从小而融木染的忠孝教育, 让我无法承认自己竟然比起祖国, 喜欢日本更多一些。 回家探亲的两周时间, 父母像羡羊似的, 带着我参加了无数饭局。 每当认识和不认识的父母的亲朋好友们, 问我日本怎么样时, 我都会说,干净,整洁, 人们的素质非常高。 然后,好像是出于一种不能只说日本有多好, 否则就会变成汉奸卖国贼一样的心态, 补充一句。 日本虽然挺好, 但是吧,太压抑, 没有归属感, 还是家里好。 然后,父母的亲朋好友们, 就开始不诸口地夸我懂事, 爱国, 不忘等, 饭桌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 后来的许多年里, 我又多次回去探浪父母, 每次都被带着参加不同的饭局, 每次我都会回答类似的问题, 但是,日本鸭鸭没有归属感的话, 我却说得越来越少了。 最大的针点, 发生在父母第一次来日本看望我之后, 他们和很多第一次来日本的中国人一样, 被日本的干净整洁, 和人们的友善礼貌所震撼。 可能是因恋性格更加感性吧, 母亲的感受有力强憋。 当我带着她, 在家附近的小公园和超市逛了一圈之后, 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告诉我, 不要回去了, 一定要留在日本, 加入日本国籍, 当个日本人。 以向爱国的父亲, 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表示赞同。 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, 我在真正地愿意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想法。 如果父母都能接受, 甚至鼓励我留在日本当个日本人, 我那种叛徒般的负罪感, 对面显得太可笑了。 比起中国, 我更喜欢日本, 比起那个我从小就该习惯的人间烟火味, 我更适应日本的安静和秩序。 如果没有父母, 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没有贵属感, 我不喜欢熙熙攘攘人生鼎沸的所谓热闹, 不喜欢毫无秩序的交通, 不喜欢门大街的汽车喇叭声, 也不需要能够在公共场合外放手机, 看短视频的自由, 因为这些才会让我觉得压抑无比。 当然, 我并不是说视频太多提到的, 我的高中同学也是在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, 我只是想说, 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偏好是不同的。 和我的高中同学一样, 中国的网络上, 你总能在日本旅游的贴子或者视频里, 看到中国人发出, 日本人获得好压抑之类的单开。 然而事实上, 你觉得压抑的, 也许恰恰是别人习惯的生活, 而你认为的自由自在, 才是别人难以忍受的无需和困难。 日本护照作为全球通行指数最高的护照之一, 如果日本人讨厌自己的文化, 想淫您的话是很容易的。 然而目前在海外生活的日本人总数不过120多万。 与之相对应的, 海外华侨人数高达6000难, 是日本的50倍。 即便人口总数, 附属日本一半的韩国, 海外韩国人数量也超过了700万人, 是日本的5倍之多。 同样的数据, 还有人均寿命和预期寿命。 众所周知, 心理压力对健康和寿命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。 如果从小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, 真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压力深大, 压抑无比, 又怎么会常年霸榜全球最常收的国家排名呢? 如果你觉得日本的社会职场生活压抑, 或许只是你更适合中国的人间烟火味。 就像我的日本人同事去中国出差后, 暗语情面, 虽然不会当着我的面直接说中国不好, 但言语间透露出的, 对人间烟火味的不满, 是闲而易见的一样。 人这一生, 注定会在不同的环境中, 不断适应, 挣扎和自我反省。 归属感, 有时不过是对环境和自我价值的 重新衡量一接纳。 多年辗转之间, 我愈加坚定地拥抱这体宁静的土地。 日本的静谜与秩序, 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是无形的束缚, 而是一种内在的节奏, 令我内心充满安宁。 那些人潮中藏匿的礼仪与细腻, 平凡中的细致与克制, 才是我真实的美好。 于这片宁静中,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归属, 它是一种难以言语的自由, 是我心之所安的真实表达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